可以在外圍做到出手 這邊是林志杰馬上懷疑顏色 富邦勇士的三分球的命中率 本來就是一個處於比較不穩定的狀況 左搖右換的舒豪 切入到進去審闊的小夫 再挑戰賽者服 這回的土豪仍然來不及 誰會是終結比賽那個男人呢 其實傑哥遇到這種緊張的比賽 其實他打的會越好 一定會讓所有的球迷 會覺得這場比賽是非常期待的 沒錯 林志杰當然台灣籃坦 甚至他在CBN的十年的過程當中 兩岸的籃球 他的籃球名是非常的多 他今天賽前介紹之後 那現場的歡呼聲也很可怕 對 能夠在客場還有這麼大的歡呼聲 我想全台灣球迷 傑哥在全台灣球迷心中的地位 我想這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沒錯 今年林志杰以40歲的高齡 出賽了23場 場均7.7分 但是林舒豪來到了鋼鐵人之後 六場比賽平均得到26分 三分球命中率四成不錯 他也兩度當選了單州最佳球員 可是當中其實難度非常高 是 因為在前面的五場對戰 先看悟空外線的投射 接到就是林舒豪的傳球 其實球隊在設定要留下悟空 也就是希望說能夠在封線上面多一位球員 是可以在外圍做到出手 是 這一邊是林志杰馬上懷疑顏色 哇 第一波的這個進攻啊 貴瑜就是一直貼著林舒豪 從前場就開始貼著他 不是等他進入半場才貼 現在換志杰在防守舒豪 舒豪倒地但是沒有哨音 這球給到底線 悟空一開始有兩次的出手 在小球 邱伯彰有點危險的跌跌撞撞 剩下四秒鐘了 林舒豪在三分線外接獲傳球 出手沒進 看起來勇士隊的這邊 在對方打擋拆時就是採取換防 林舒豪拉得非常遠一個打板 有 German Link的手度得分 這就是好哥的一個能力啊 他這裡面有人的情況之下 他不會自己硬騎上去做到身體的對抗 對 而且這個球 反而做到遠離喔 然後利用一些 拋射的動作 志杰迷劃了一下 再會給賽瑟夫 志杰頂線的腳下 是一個三分 其實傑哥啊 是在上次在主場的時候 有一次摔到 他的一個腰的部分 一直都是處於一個 比較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 其實球盤也都一直有在考慮說 是不是要讓他修個幾場 不過 傑哥還是非常想要比賽 想要幫助球隊 好球在曾祥君上 祥君第二波也沒補進 籃板球再撥 志杰把他要回來 但是 並沒有完全掌握好 祥君的意圖是很好 想要破這個球 結果直接撥到對手的身上 沒錯 雙方的比分打得相當緊 7比6 鋼鐵人在主場 戰時1分領先 不過 富邦的6分的全部 是來自於 三分線外的林志杰 富邦勇士的三分球的命中率 本來就是一個處於 比較不穩定的狀況 左搖右換的舒豪 切入到進去閃過的小夫 這個經驗真的技巧太好了 從三分線運進去之後 其中變了兩次的變換方向 是 再次做到上來 而且林志杰 現在打球撐住的地方 在於他不會只有一檔 這就是經驗 其實很多人也都在覺得說 質疑他可能在傷後 在膝蓋那個大傷之後的 一個整個爆發力變不見了 沒有以前的這麼會跑 這麼會跳 但是呢 隨著他的年紀的增長以後 他反而現在的經驗跟時間 差錯都非常的好 是 好 Wando Lewis這個轉身 左手拋兩分 全台灣都是球王 對 跟這個文誠講的一樣 因為林志杰過去就是在 三對三鬥牛的時候 練出了這些 個人獨特的一些基本動作 是 而且傑哥在做到一些運球 換手的一些動作 真的都非常的協調 沒錯 球在地板上 林志杰再撥給隊友 然後再拿 要形成Jumble 已經有四個人全部撲向的球 那你就會造成你比較大的機會會輸球 林志杰後仰 哇 面對齊齒長男小夫 照樣投進了 林志杰是刻意拉到他出手的弧度 再挑戰賽蛇夫 這回補方仍然來不及 三分球對一支球隊來說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要追分也是要靠他 你要把分數拉開也是要靠三分線 所以在這一節 能夠讓自己的一個三分球命中率 能夠回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然後突然在後面 然後突然露這個人 我在下面 如果他們出去了 我在這裡 你不要給一個人一個三分球 他是陽相 溫德因為很粗啊 雖然沒有小夫這麼高 但是有頂住 這個球是不是又被他拖進了 哇賽 他這個活動籃板 很難了 好的 再次歡迎我們的高雄是跟大家交 成績安全實際上來到現場 這球被林舒豪給抄掉 KJ發生失誤之後 舒豪輕鬆放兩分 舒豪這個超球的判斷力真的很好 台傑在防守他 又是面對小夫 還是照樣打七尺長人啊 還需要加強 先看這一球 真的第二步往後還往後拉 這邊的追訪 結果兩位防守球員都被甩掉 林舒豪 Floating 球進 又是這種高拋 你只要讓他進到三分線內起步的高拋 命中力就是非常的高 所以現在只差一分了 這個比賽真的是峰迴路轉 這個越到後面越精彩 最後的一分伴中林志傑 周桂宇 曉福剩下兩秒鐘了 曉福在外線出手 蠻咬林志傑抓到進了籃板 但哨音響了 這太可惜了 志傑的鬥志也被點燃 剛才一個jump shot 終局現在又站上罰球界 有機會讓雙方回到一個三分球的差距 其實傑哥 誰會是終結比賽那個男人呢 其實傑哥遇到這種緊張的比賽 其實他打的會越好 兩打都非常的穩 98比95 志傑今天在防守方面也非常的賣力 他知道他是一手還是呂陣羅 是個射手 所以第一拍一定要趕快對出去 比賽時間跟進攻時間大概差三秒 所以這個play就是關鍵 林志傑潛入到禁區找隊友 底線小腹的三分 是一個扣打 周桂宇助攻 是一個關鍵助攻 好 這邊的外線是沒有投進 比賽也結束 所以剛才那波富邦的進攻 就決定了整場比賽的勝負 沒錯 你覺得贏下來的關鍵在哪裡 我覺得後面的處理球方式吧 對 然後鋼鐵人的韌性很足夠 是 那你自己呢 今天你的得分 在第一節一開始就投進一個三分球 大家都期待你跟舒豪在台灣籃球賽場上 第一次的對決 談談這第一次對決 因為你上場其實蠻多機會會互相的對手 我覺得非常榮幸 然後在我籃球生涯還有 跟這麼好的對手打球 我覺得很光榮 對 那婷兆今天其實跳出來也表現非常出色 這位小老弟今天得了19分 你談談這些年輕球員 就是富邦年輕球員 在這一季的成長 我覺得他們是有能力的 因為畢竟年輕嘛 我覺得要給他們更多的信心 然後讓他們在球場上找到很好的感覺 對啊 其實我們常講說全台主場 目前看起來就是你跟林舒豪 兩個都有這樣的能耐 那你可以談談今天跟球隊來到高雄 然後又碰到滿場的球迷 這個氣氛你自己的感受好嗎 很熱情 對 非常熱情 對 然後我很享受在球場唱的感覺 對 很開心 好 謝謝智傑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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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